家用燃气造电池很不耐用 经常没电 总是换了又换 到底也选哪个 见过12伏的迷你小电池吗 这小家伙个头不大 电压却能飙到12伏 简直颠覆认知 他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这只是开胃小菜 重头戏海赛后头 挑战旧活废旧电池 解锁电池重生的奇迹 海水电池原理大揭秘 带你见识黑科技的魅力 全是炸类干货 错过真的会拍断大腿 素来为官 nice 也许你见过1.2伏的 聂氢充电电池 见过1.2伏的 聂个充电电池 1.5伏的碳性和减轻电池 3伏的钮扣 锂二氧化猛电池 3.2伏的锂离子电池 3.7伏的18650锂离子电池 9伏的方块电池 但是你见过这种 12伏的小电池吗 咱们测一下啊 诶 它的电压真的有12伏 可是这小家伙 它凭什么有12伏呢 咱们拆开看看 不用说这东西只能强拆 咱从副极开始拆 只要把这个铁皮 给它弄开就行了 真是没想到啊 铁皮打开之后 里边竟然是一串 扭扣电池 怎么样朋友们 这个结果有没有 超出你们的想象 反正我是真没想到 咱们数为各幅啊 123456788 个8个12伏 也就是一个是1.5伏 1.5伏就说明 它们是碳性或碱性 扭扣电池 经由我给朋友们 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实验 实验的内容 就是给这块干透了的电池加水 它们一起来看看 裸露的电池 如果加上水 它还能不能恢复供电 首先咱们用万用表量量 它还有没有电 万用表拨到200毫伏的档位 红表比接正 黑表比接负 大家注意看这表显啊 0.00伏 也就是说一点电都没有 现在咱们准备给它加水 当然了 这个水不是普通的自来水 而是蒸馏水 咱们先加那么多 为了加得更精确 咱们用针头 诶 洗好了 那咱们开始一点点往里滴 诶 滴这个两个基板 这还真是性吸水的 翻过来 再来一遍 针尖这海绵 这石绵 吸水性还真强啊 诶 整个这一针管水 全打进去了 这还糟蹋点 让我们给它放进去 现在 就是咱们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咱们放大一点啊 然后我们把万用表 重新准备好 从200毫伏挡位 拨到20伏挡位 黑表笔接负级 红表笔接正级 别眨眼 注意看这个表显啊 别眨眼 注意看 奇迹发生了 电压现在是1.7伏 怎么样朋友们 这个结果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看到这种有朋友就说了 说你做这种小实验 有什么用吗 诶 有用 它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电瓶缺水 可以自己加 不管它是不是 免维护电池 因为它就是免维护的 放了十几年的小续电池 还能不能救活呢 就咱们试一下 用一般的办法 肯定是没戏了 什么是一般的办法呢 比如说加水 就是加蒸馏水 肯定是不行了 有朋友说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去年试过了 居然比我还快 你真行 我居然咱们得用奇招了 什么奇招呢 咱们就是加电瓶的原液 加原液怎么加呢 在加之前 咱们先测一下它的电压 诶 现在显示的电压是0.23 0.22几幅 还在不断地下降 现在咱们把这盖子 给它撬开 这盖子一般都是胶粘的 撬一下基本都能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三个小橡皮三 三个小艾皮三 也挨个取下来 一个 两个三个 皮盖子取下之后呢 三个泄压孔就露出来了 咱们就从这儿往里边夹 怎么夹呢 用这个 兽医塑料注射器 对 用兽医的 因为原液有腐蚀相 我们千万不能让它滴到皮肤上 更不能进眼里 万一要是不小心沾上 迅速地用自来水冲洗 咱们吸取 大概两三毫升 慢慢地加进去 一点点加 一个个来 一共三个 加住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别加多了 别让那个液溢出来 但是万一要溢出来 怎么办呢 万一溢出来 您就把它吸走就行了 针管吸不净的呢 也可以用卫生纸 把它吸干净了 然后我们把这蹄塞 给它盖回去 现在我们再来测量一下电压 刚才是0.2级 现在咱们重新测一下 看现在已经压到了 电压现在已经达到了0.3级 然后呢 然后咱们就让它静置几个小时 the next morning 早上八点 咱们再来测一下啊 看看今天早晨 这电压还剩多少 最早的是0.5级 然后降到0.3级 还在往下降 咱们现在用7.2伏的直流电源 给它充电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 接近两点 充电已经超过了六个小时 现在咱们来看看 它的电压情况如何 朋友们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注意看啊 我量 电压只有1.8伏 也就是说 失败了 没有 失败了 没有 失败了 曾小贤 之前我说什么 你都跟我反着来 现在我说我失败了 你还跟我反着来 你诚心了吗你 真的失败了 难道干透了的这个电池 确实就救不回来了吗 是不是哪个环境没做好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评论区间 家用燃气造电池很不耐用 经常没电 总是换了又换 到底也选哪个 我这一从市场上买了几款标着燃气造字样的电池 第一个 风蓝一号燃气造电池 双路的蓝燕一号燃气造电池 华泰的燃气造电池 三五的燃气造试用电池 零力的燃气造试用电池 咱们就从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内阻和电量四个维度 对它们进行测评 给您的选购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个我们测量几款电池的开路电压 第一个就是戴着小黄帽的 风蓝一号 朋友们看着表写 开路电压 1.697V 蓝燕一号 1.696V 三个五的 1.662V 零力的 1.657V 华泰的 1.682V 从测试的结果看 这几款燃气造电池的电压都差不多 都没有超过1.7V 没有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都是正常电池 现在咱们测量它的短路电流 不能长时间测量 点到为止 第一个风蓝一号 它的短路电流是 1.238 蓝燕一号的 1.173 35的是 1.163 零力的 1.110 华泰的是 1.167 这个数据是干嘛的呢 这是电池的一种放电能力 数据越大 放电能力越强 从这个数据来看 风蓝一号的放电能力是最强的 现在开始测量它们的内组 第一个风蓝一号 内组显示是 202 03 蓝燕一号的内组是 256 三个五的内组是 368 零力的内组是 365 华泰的内组是 308 电池的内组是指 电池在工作时 电流流过电池内部 所受的阻力 内组越低也好 从这个维度上来看 风蓝一号的内组 是最低的 其次是蓝燕一号 最后咱们次量 本次测评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它们的容量 一号是比较长 咱们用两个同样的测量仪 两个一组 首先出厂的就是 风蓝一号燃气炒电池 然后出厂的是 双路的蓝燕一号 燃气造电池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风蓝一号上边 有一个塑料的黄色小帽 是要把它取下来 它是不通电的 然后咱们重新给它放好 现在我们分别 给它俩通上电 此时上面显示的 就是这两个节电池的电压 分别是 风蓝一号1.69V 蓝燕一号1.70V 这就是它俩的起始电压 现在设定一下 节止电压 都设定到0.9V 因为低于0.9V 燃气造就不好打火了 然后咱们同时开始 现在咱们做的就是 耐心的等待 行了 反正放电吧 现在结果出来了 风蓝一号是5528 蓝燕一号是4680 第二组 我们测量这两个绿色的电池 现在显示的 就是它们两个的起始电压 一个是零力是1.65V 三个五是1.66V 现在我们把节止止电压 调成0.9V 这也调成0.9V 现在同时按一下OK键 开始放电 一days later 这个零力电池 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结果是2278点一下 现在不闪了 2278 三个五的电池 还在继续放电当中 为了加快速度 咱们用这个测试仪 测最后一块电池 滑钛 这个让它接着放 起始电压1.56V 然后我们把节止电压 同样调到0.9V 开始 G Dazator 现在这个三个五电池的 结果已经出来了 结果是5431 咱们点一下OK 现在不闪了 5431 这个滑钛的还接着放电 第一回点 最后一块电池 已经测试完成了 它的测试结果是2970 咱们看着统计表格 这个差距还真是有点大 至于燃气灶电池怎么选 我就不做推荐了 因为数据会说话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前两天去海边钓鱼 鱼没钓招 钓了这么点玩意儿 什么东西呢 小的叫海水电池救生衣灯 大个的叫海水电池救生圈 自亮浮灯 这两个玩意儿 虽然长得区别不小 但是怎么看 它俩都是一类东西 这东西怎么用呢 这样啊 因为是一次产品 所以呢 您看好了 我没办法反复操作 具体的用法就是这样 把这个环用力拉 扎开之后呢 这就漏出来了 跟这似的 然后呢 把这东西整个扔到海里 这个东西就开始进海水了 进了海水之后呢 这个前边这个小灯就亮了 当然了 白天这个亮度 基本上也没什么用 按时 在夜里 如果您独自或者约个三五好友 在海上玩漂流 这玩意儿没准能救命 它就相当于一个 喊人的工具 有朋友说了 你怎么知道它会亮呢 诶 我吊上来它的时候 它还亮着呢 什么 你不信 那咱们就拉开这拉环 把它放到海水里试试 一下去开了 现在咱们把它放到海水里试试 当然了海水咱没有 咱就放到盐水里试试吧 首先咱们找一碗 里边放点水 放点清水 再然后呢 咱们在里边撒点盐 搅拌一下 再然后呢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咱把这海水电池救生圈 自亮浮灯 给它泡水里边泡不盐啊 水少 这可怎么办 咱再换一大盏 换完了 水又少了 再加点水 再加点盐 再搅拌一下 亮了啊 这亮了 这一说能量好几个小时 看到这儿有朋友就说了 这个盐水不是氯化钠溶液吗 难道这个海水电池 就是传说中的钠离子电池 这就是钠离子电池 而且它是一次性的 那么一次性 这个钠离子电池灯 里边什么样呢 咱们把它拆开看看 可是这个玩意儿怎么拆呢 设计的就是一次性产品 没有螺丝 也没有卡扣 这个缝隙呢 全是胶粘的 这样啊 咱们还是用咱们这个 拆解神器 直接上锤子 东西我已经砸开了 就这样 从尾部咱们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电池呢 一共是三个电池仓 也就是说 三块电池 应该是串联在一起 然后出来两根线 给这LUD供电 咱们测一下 这个电压有多少 朋友们注意看这表写啊 负极接黑线 正极接红线 哎 电压是2.987988伏 也就是说 这个纳离子电池呢 只能达到1伏左右的电压 现在咱们把这个线给它剪断 看看那灯泡是怎么接的线 放大一点啊 两月底的珍珠正极 雾极就标着了 电源的正极接到了LED的正极 来LED的负极 接到了电源的负极上 在正负极之间 还并了一个121 120的电阻 哎 是 这还一个4.7欧的电阻 它是干嘛的 这么小的电阻 应该是线流电阻 应该是串联在LED里边的 这个电路接错了 这个红线应该是接在这儿 咱们给它改过来啊 现在我们把正负极 重新给它接回去 哎 这样一接就对了 接回去也亮了 没问题 也就是说 原本的线路应该是这样的 正极进来 串一个4.7欧的电阻 然后接到LED的正极 从来LED的负极出来 然后回到电源的负极 在LED的两个针角之间 并连一个120欧的电阻 我觉得这个4.7欧的电阻 串进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这个120欧的电阻 并在了这个LED的两个针角上 有什么用呢 两个单 有朋友就说了 会不会是你弄错了呢 这样啊 咱把它也砸开看看 哎 已经砸开了 这个结构和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三个电池串联联在一起 然后出了两颗线 接在这个LED灯上 LED灯也一模一样 来放大一点 看看它这个灯是怎么接的 哎 这个就对了 从正极 先串一颗电阻 这颗电阻是黄 紫 黑 银 从串一颗4.7欧的电阻 然后LED灯 然后回到负极 在LED灯的两个极角之间 又并连了一颗 120欧的电阻 这两个自环电阻 和刚才的贴片线阻 大小是一样的 结构就是串了一个小的 并了一个大的 我们只要串这个小的是限流用的 那并了这一颗120的电阻 是干嘛用的呢 评论区见 好的 照片 收入 Мы